前冲战的后面好像没有他的队友 刚才也是体力不支 他的工作可能是到最后的200米完成自己的冲刺的一个任务 对自己的队友来领袭 冲刺非常的混乱 蒙古的选手在集团的右侧 第一还是来自哥伦比亚的选手第一名 第二名是白俄罗斯的选手 第三名是地帮车队选手 蒙古国家队拿到了赛顿的第四名 应该说刚才最后这个终点冲刺 虽然今天难度并不大 但是你看最后终点冲刺的时候 一个上坡 这是冲刺的一个回放 昨天拿到赛顿第二名的绿山 还是由于昨天突围过长体力出现了重大问题 没有拿到很好的一个排名 只是进了前十名 但北京喜德胜伊伦华车队表现还是非常的积极 也在最后参与冲刺 冲刺带车队的乌赫兰选手 最后体力出现的问题 拿到了赛段第五名的好成绩 第二名是白俄罗斯车队 拿到了第二名 也是经常参与领袭和突围的选手 对 一号 拿到了这样的一个赛段冠军 这样实际上也是能够提升 他在个人总成绩榜上的一个排名 那么在昨天 他还是排在个人总成绩榜的第31位 那目前来说 昨天他失去了更多的时间 拿到第一可能说对本届冲刺 刺客 冲刺客